多水准普华考试已经宁静 下面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如何才能够在这最后的这段时间 好好的准备我们的考试 在这里我跟大家总结了一个四步骤法 因为有些同学告诉我说他们平时很努力很认真的准备各种话题 可是临到考试就越来越紧张 然后头脑一片空白 所以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四步骤法 如果我们按照这四个步骤去做 我相信你就不会说那么紧张 因为你能够想出来你所准备的东西 那这四个步骤是什么呢 很简单 你首先就记住我看到了什么 然后我就说出来 因为你看视频 然后在考官面前还会看一次 所以无论如何你不可能什么都记不住 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一些 那讲了你看到了的东西以后呢 你就马上说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看到的这些人做的事情 或者采取的措施怎么样 这现象怎么样 你就马上说一下你的感觉 说完以后 然后你就把自己放到你看的视频的情境当中 如果你在那里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人会怎么样 这三 你看到现在为止 你已经说了三个方面了 然后最后你的建议 那你看到是好的 那你有什么建议 看到是不好的 你有什么建议 你这样去准备 虽然考试的时候 考官会可能问到你一些扩展的问题 相关的扩展的问题 但是你把握好了基础 你就不会紧张 好我们来看个例子 这里我就没有放视频了 就是我们假设从一个视频当中 看到四个情境 第一个就是左上角这张图片的 很多人在小贩中心吃饭 然后第二个情境呢 就是左下角的 那个凳子上你看 吃剩的饭面 好像是米粉什么的 把凳子弄得很脏 然后饭盒也在这里 下面有鸽子 有两只鸽子在吃 右上角呢是桌子上 也是碗里 还有就是这个饰盒里面 也是还剩下了食物 然后鸽子在吃 右下角这张图 是碗盘回收处 也是因为碗盘里面还有剩下的食物 所以鸽子在那里吃 这是我们 假设是一个视频里 我们看到的四个情境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准备呢 首先就是 你就想你看到了什么 小贩中心 用餐人多 凳子上有什么 桌子上有什么 碗盘回收架上有什么 这个刚才四张图片的情境 你就准备好了 然后接着呢 你就想到了什么 很脏 然后他们这些人这么做 没有功德心 这个脏会怎么样呢 然后鸟儿又飞来 因此会滋生细菌 细菌会传播 然后结果呢 就会危害 大家的身体健康 这是你想到的 然后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你也在小贩中心 用餐 那你就要 如果是你用的一次性饭盒 你就要把剩下的食物 盖上来扔到规定的地方 如果你使用的碗盘呢 要先把剩下的食物 倒进规定的麻吉桶 然后再把碗盘放到回收架上 这样回收架上的碗盘 就没有剩下的食物 免得吸引鸟 就不会吸引鸟儿过来吃 那如果你自己做好了 可是你看到别人 有不当的行为怎么办 那你就要把桌子 叫提醒他们把桌椅擦干净 把饭盒盖好 扔到规定的地方 这个就是说 把自己放到这个情境下 然后怎么做 当然你要做正确的嘛 然后这个讲完了 或者你准备完了 那你看 你就要提建议了 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 当我们提建议的时候 你看到的视频 可能是好事情的 比如说你看到的是一个社工 讲他的事迹 这都是好的 或者你看到的是不好的 好像抽烟打架 网络霸凌 到处扔垃圾 这不好的呢 那你就要建议怎么样改善 采取什么措施 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如果你看的视频是 你觉得有利有弊 有好有坏 那比如说高科技 视频里面 有拿来学习查词点 然后有方便大家工作 好像遇到我们这个冠状病毒 可以在家里学习 老师和同学 可以通过网络来教学 这是好的 可是你也看到 他上课的时候 拿着手机玩 或者任何时候 都在吃饭的时候 又拿着手机 或者是网络霸凌 然后或者是骗网络骗钱 假新闻这种 你会看到又有好的 又有不好的 就叫做有利有弊 你也要提建议 你的建议就应该是 怎么样避免 那些不好的出现 然后呢 怎么样更好的 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建议呢 大家就是根据视频的内容 这三类情况 大致是这三类了 你们要提出相应的建议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 是小帆中心 这种不好的情况 现象 所以我们就要提建议 我们跟小帆中心本身 那些商家 他们就应该做些什么 多贴一些告示 提醒公众 要清洁桌椅 把剩下的这些 一次性的 食物 一次性餐和碗盘 放到规定的地方 理由呢 这样就是不会吸引 鸽子 蟑螂 老鼠 这些来 那经常 家长 会带着孩子 到小帆中心 用餐 我们看到一家人 用餐的 也比较多 那么我们就要建议 家长 要以身作则 用完餐以后 叫孩子们一起 清理干净 这样 小孩子就 从家长身上学到了 养成好习惯 那我们学生 早上 中午 可能都是在学校吃饭 所以 我们要 学校这边 食堂 也要有建议 就是说 食堂 要求同学们 餐后 保持桌椅的清洁 怎么放回去 就是从这三个方面 我们提出建议 大家提建议的时候 不要就是说 不管什么建议 都说政府要做什么 媒体做什么 社区做什么 我们要看 究竟视频里的 这种情况 它的 主要是哪些人 会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才提相应的 好像这个 在小分中心用餐 你说政府 就很牵强 所以我们就说 小分中心 家长 学校 好 希望这四个步骤 可以帮到同学们 能够 就是准备 口试 在 普华口试里呢 第一个问题 它是比较笼统的 所以你可以 按照这四个步骤 去讲 如果你有漏掉的 后面 可能 主考老师会在 提问来 引导你说出来 通常呢 在对话当中 它可能会 扩展内容 所以大家在 扩展的时候 就不要 脑想到 视频里了 要听清楚 主考官 提的问 有时候 像我们看视频 是看到的食物 小分中心 食物 引来了 这个剩下的食物 引来了鸟儿 看得很不卫生 但是它可能 讨论话题 对话 它最后的问题 不光是小分中心 不光是食物了 而说到了 可能整个 就是环境 环境卫生等等 所以大家听清楚 但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能够 在看视频的时候 然后按照这四个步骤 去做 你就不用紧张 你能够把 绝大部分的内容 都能够说出来 好 祝大家成功 谢谢大家